感谢天父上的恩典 让我有机会在过去这几天 跟你们教会中弟兄姐妹一起去敬拜 我去不同的教会讲道 很少看到教会有那么多人参加师班的 而且他们唱的 我刚才跟他们讲的好像是天使的声音 所以感谢赞美主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歌声去敬拜上帝 当然在敬拜当中 实际上除了师班与感恩赞美以外 我相信每一个来参加聚会的人 我们跟上帝有关系的时候 敬拜是我们跟上帝一个互动 所以你在听 但是希望你的心能够准备好 神今天的安典 透过这个敬拜 无论是信实 音乐 诗歌 经文 出动你的心灵 我希望你能够准备好 向上帝做一个奎音 那么刚才主席 刚才主席介绍过 昨天实际上礼拜五晚上 我开始有三堂的敬拜 三堂的信息 那么今天是第三堂的信息 那么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面 两个晚上 过去两个晚上的时候 我和大家去反思我们教会 作为一个金灯台 因为启示录里面把教会形容为一个金灯台 那么到底我们教会是一个暗淡的金灯台 因为上面没有灯 或者灯放在斗底下 所以灯台上面的光很暗淡 没有光在上面 那么还是我们教会是一个美丽的金灯台 上面不是没有灯 有灯 不过这个灯不是太明亮 因为我们没有明确地宣造方针和策略 那么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分享 希望能够鼓励你们的教会 如果你感觉到感谢主了 我们就会还好了 是一个美丽的金灯台 但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明亮的金灯台 能够光飞四色 这个是我希望跟你们分享的 那么刚才主席跟我们读的 带领大家一会儿去读的来顿圣经 实际上并不是叫我们做一个 怎么去做一个明亮的金灯台 刚才来顿圣经实际上是指出 今天很多教会跟耶稣时代 那些法利塞人 跟那一些教会的领袖 宗教的领袖一样 怎么一样呢 我们熟灵的眼部 模糊了 黑暗了 看不清楚上帝的心意跟计划 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一些表面上 甚至是感觉到可以令人悬目的 眼前一亮的那一些的时空上面 比如说教会人数 感谢咱们主了 我们疫情过来以后 贵人数差不多了 多少成了我不知道 但是做得很好 不错啊 感谢咱们上帝 我们开始了 幸福小主啊 有多少个人 是耶稣了 受洗了 受敬了 还有上帝怎么祝福我们的教会 你看看我们这个教会 我二十年前来的时候 曾经借用你们教会 做敬礼 那个时候我们记者还没有地方 哇 现在出了从前来的一个地方 现在还有那么漂亮的一个 一个窥塘 新朋友进来的时候 感觉很舒服 很多时候我们在不记不绝 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 所以耶稣就向群众讲了这个比喻 他提醒他们说 要当心哦 不好意思啊 我不喜欢用这个 OK 要当心 为什么呢 免得你们里面的光变成黑暗 如果你们全身充满光明 毫无黑暗 就会光飞四射 好像灯的亮光照耀着你们 那我们晓得呢 很多教会 包括你们教会在内 都有宣教的事工 对不对 但是呢 我知道并不是每个教会 他们都有宣教的策略 那么下个月 是9月份吧 9月24号呢 在台北 台湾大学 有个很特别的事工 是什么呢 是台湾的进行会联会 OK 那么他们呢 就庆祝 70周年 他们在台大的体育馆啊 实体的也包括 一波的大概有1万个的听众啊 来参加他们那个聚会 那么在那个聚会当中呢 他们就报告了 全台湾大概有260间的进行会 在过去10年 哇 一共开了100家新的教会 感谢主哦 10年里面开100家 就是每一年有开10间的教会 这个听起来是蛮不错的 对不对 那么平均 平均就是每2.6间的教会 在10年里面再开1间新的教会 对不对 OK 那当然这个是平均数啦 所以呢可能有一些教会呢 可能他10年里面不只开一个教会 但是呢 我相信呢 有更多的教会在10年里面 1间教会都没有开 OK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实际上这个不单单是台湾的问题 全世界 包括特别在美国 那个情况是更加的严重 所以呢 他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他们的主题是 福星赢之时 是时钟脸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合一齐托职 它是挑战参加聚会的 那些弟兄姐妹和教会 我们要起来了 要福星哦 要更加积极 更加努力 根据有策略的去拓展集团的工作 宣州的工作 弟兄姐妹刚才讲 可能你不晓得 在美国 我是根据Live Way Retreat 不晓得那么听过Live Way 是金星会研究的机构 今年2023年5月份 他发表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什么呢 2019年 就是大疫情以前一年 疫情是2020嘛 对不对 2019年那一年 就是大疫情爆发之前 一年全美国 所有教会加起来 大概开了多少个教会 新的教会 3000 那一年 一年里面开3000间教会 当然是全美国的教会 因为当时美兰金星会 它已经有4万个教会 它自己一个叫七百般的 七百多吧 新的教会 哇 听起来的时候 蛮兴奋的 一年开3000个新的教会 不过你晓得吗 同一年 有多少教会关门 你猜猜看 开了3000家 一年 但是同一年里面 有4500家教会关门 所以那个死亡率 比那个出生率 多很多 疫情过后呢 我相信情况更加的严重 现在还没有报告出来 这个是我最近能够找到 按照古迹 按照他们的古迹 每5家新开的教会 有4家不能够生存下来 有4家教会关门 那么全美国的教会 大大小小加起来 如果做个平均数 每天主日崇拜 你晓得每个主日崇拜 大家晓得平均有多少人聚会 你晓得吗 全美国的教会加起来 把它平均开了 每个教会平均出席的人数是 65 所以感谢赞美主 你看看 你们不止65 比那个平均数多很多了 感谢赞美主 所以呢 很多人就来问我了 哎呀 赵牧师 慧典教会啊 从2012年 如果你过去两天来 参赞酒居会 我跟你分享过了 我们教会从2012年到2022年 10年里面 我们开了四个分堂 买了三个建议 所以很多人都讲 哦 赵牧师怎么做的呢 你用什么方法啊 你要什么策略 那么我今天就跟你分享了 OK 首先呢 很简单 我们尝试努力去明白 上帝 不是只要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教会 如果你过去两天有来听的话 你应该智得了 应该晓得了吧 我重重复复地讲 上帝不单是要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教会 祂要我们做什么 在这里建立一个神的国度 拖展神的国度 不单单是建立一个教会 那么简单 这个观念 这个信念 对我们以后教会的发展 很重要 这个是第一晚上的一个信息 那么第二呢 我们的策略 我们是立志跟随上帝的带领去拖展教会的事工 我们每一次执堂 OK 都是因为我们看到神在前面带领我们 当我们看到 这个可能是神的心意啊 神给我们的印证呢 那么我就鼓励弟兄姐妹 既然神让我们看到这个是祂的心意 我们就要立志 按照神的指引 跟随主走 那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们也做出很多的习应 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 甚至我们要改变 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习惯 我们才能够完成上帝 交付给我们的那个使命 那么礼拜五的晚上 我已经跟你们分享过 我再详细多一点点跟你们分享 快点教会的开始 2000年 我们是耶稣导神开始我们的教会 那个时候呢 这个教会出来是一个祭堂嘛 是一个教会增长繁殖的一个结果 那个时候呢 教会的同工啊弟兄姐妹都说 张牧师你找一个祭堂人出去开就好了吧 你主任牧师自己出去 不要那么辛苦 那个时候你也不太年轻哦 那个时候我50岁了啊 OK 那么你还要自己出去干嘛 OK 但是呢 感谢主了 上帝给我的感动 要我自己出去 那么我就出来了 放鸡汤很不容易 我告诉你 所以呢 坦白说呢 我出来鸡汤的时候 要做很多的习应 要重新学很多东西 在师父的理念啊 和做事的方法上面 要做很多很多的调整改变 然后2012年我们第一次开分堂 在Presington Presington的分堂很特别 也是个很好的见证 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教会 一个融合重组 OK 那么有人都听说过 我们教会是比较前卫的教会 前卫的意思是做事前卫了 不是那个神学前卫 不要误会 做事比较前卫 我们是比较一个 比较灵活性的 比较那个 自由开放一点点的一个教会 但是要跟我们 融合的那个教会呢 是一个比较传统 比较一个 古老的教会 快了20年了已经 那么如果要两个教会 融合的时候 两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你们的领袖 必须要做出很大的实应 不然的话呢 这个就不是融合了 是吞并了 一定是大吃少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晓得 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 我们是两个教会 重新起来 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 能够荣耀上帝的教会 所以呢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的实应 Tracy呢 Tracy分堂是因为 我们看到神为我们 预备了一对年轻的夫妇 她很有吉堂的暗示 但是Tracy我们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内陆一点点 一个还没有发现很大的一个城市 而且这对夫妇呢 年轻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在那里建立 开整一个新的工作 参与巴姆的弟兄姐妹 必须要做出很多的学习跟实应 那里的文化 那里的生活的方式 跟在南湾区很不一样 所以呢 他们也要重新学习 然后 去年我们在Penisola 开了第五个堂 对吧 Penisola不是第五个 第四个 是19年 19年我们开了两个分堂 一个是Tracy 一个在Penisola 同一年 一个三月 一个四月 Penisola的分堂呢 是从一个小组 就是一个团企小组 在那里聚会 转化成为一个分堂 那么参加那个小组的弟兄姐妹 从来没有想过 自主会变成一个集团先锋的人 他只能参加聚会而已 突然间 牧师给他们一个调整 一个意想说 这里有个机会 愿不愿意你们就 把这个小组扩大 把它变成一个 我们教育的分堂 他们都没有想过这一个 一个很大的挑战 都是感谢主了 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所以结果呢 他们也变成我们 另外一个的分堂 那么去年五月的时候 我们在San Angel 就开始第五个堂 OK 那么第五个堂呢 是我们宣教策略的一个实践 因为我们看到 上代让我们看到 那里呢 我们听说 有很多的需要 听说有很多广东人 讲广东话的人 聚聚在那里 那么但是 到底实际情况怎么样 我们都不晓得 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那里很多人都是做餐馆的 做那个laundromat 或者是做gardener 是一些比较基层 做一些基层工作的人 住在那里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 等会还要跟你们 尝试分享一下 但是我们在开始一下 我就又替来一些 参加的弟兄姐妹 做什么 要补课 补什么课 我们都是南湾区 高科技的专业人士 你要跟这些 卢动阶层的人就接触 他们的思维 做事的方法 生活习惯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如果我们有效的 去做好几个工作 我们要改变 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改变 我们去全服役嘛 对不对 我们要自己去改变 所以我替他们补课 准备好以后 才开始这个工作 那你听我 跟你们很快地分享 我们这几个教会的开始 你只要晓得 每一次 当我们拖展神的事 跟开展一个新堂的时候 参加的弟兄姐妹 必须要有一个 融入社区里面的心态 你不进去 不改变 你就很难做好几个工作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的信息 那么第三 第三 我们分享我们的策略跟方法 对不对 第三 我们每一次开分堂 集堂的时候 都必须得到 全教会弟兄姐妹的肯定 和支持 人力 物力 财力 都愿意完全地去支持 我们才能够做好 这个的事工 但是最后 也是最重要 是我今天信息的主题了 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宣教策略 就是我们是否愿意 认真地去回应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是说 认真地回应 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了一个全教会 使人做蛮徒的一个运动 因为只要蛮徒 才会去职坦 只要蛮徒 才会积极地参与服事 只要蛮徒 才会无私地 牺牲地去奉献 我们看看两节很熟的经文吧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 已经懂得背了 一块读一读好不好 这个是大使命嘛 一块来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示尽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叫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么我希望大家留意的 耶稣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在希拉网里面 他的命令时只有一个 是什么呢 使万民做门徒 所以呢 这个使人做门徒 使万民做门徒 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一个命令 OK 如果是命令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一个 可以做可以不做的 一个的建议 或者是一个提议 可以提醒 来自耶稣基督 吩咐我们 你必须要这样去做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做牧师越来越长久 到不同的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 很多教会 今天是不完全了解 耶稣这个命令 耶稣是吩咐我们做什么 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但是很多教会 只是让人 做耶稣的信徒 有分别的 而且呢 当我们叫人做信徒的时候 通常呢 在教会里面 我们学嘛 三福也好 怎么也好呢 不知不觉 原来大人是耶稣 不太困难 为什么呢 有个方程式嘛 对不对 有个formula嘛 对不对 认罪 癸改 求耶稣赦罪 然后如果你再愿意相信 并邀请耶稣进到你生命当中 感谢赞美主 你是基督徒了 您是这样大人信耶稣嘛 对不对 有没有试过 大人觉知的时候 是这样做的 对不对 感谢赞美主 哎呀 这个人信耶稣了 如果有人真的因为这个原因 根据这个formula 绝集信主了 那么当然我们很高兴了 然后呢 我们就要请 你信耶稣了 现在礼拜天 一块敬拜哦 参加主日学啊 团企啊 小组啊 哎我们有敬礼啊 敬礼班啊 或者洗礼班哦 那么十六以后 哎 感谢主啊 就会 这里会帮一点忙 帮你帮一点忙 哇 心里面越来越高兴啊 感谢主 我们大功告成 做好了我们的工作 谁不知 我们以为这些人 已经是基督徒嘛 对不对 他们是吗 但实际上 他们对耶稣 对圣经的认识 对上帝的了解 信仰的了解 都十分的有限 刚刚是耶稣嘛 对不对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缺少了信仰的经历 没有太多信仰的经验 没有太多对圣经的体贵 对真理的体贵 那么实际上我发觉 其中有很多 可能还没有拥有 耶稣基督的生命 还没有真正的 重生得救啊 现在教会越来越小讲 重生了 对不对 上次你听 重生的道理是什么时候 教会很小讲了 以为他们已经是 重生的了 勾复了个formula equal to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重生的人 我们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 如果你跟他们 结束的时候 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还有个错觉 有什么错觉 我们以为 我们已经请他来崇拜了 他们也来 我们请他主日学 他也来 甚至他参加祷告会 有参加团契 他们应该是一个 成长的基督徒吧 我们有个错觉 当他参加所有 这些活动以后 他的灵命 就会自动成长 有几个概念吗 有几个错觉吗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实际上 教会 有这么多的活动 只是提供了基督徒 一个成长的环境而已 听懂我意思吗 我们只是提供他 给一个成长的环境 这个新耶稣的人 这个初心的人 他属于上面 是否能够成长 这个要看他个人的造化 什么是个人的造化 看他是怎么新耶稣 他现在有多认真 是福田里的 还是真心信主 新耶稣以后 他有没有个 可目追求 认识更多的心 要不要去读圣经 懂不懂去祷告 OK 有没有追求 灵命的那个 奖进 生命有没有改变 如果他今生信主的话 他应该有这一切的表现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今天我告诉你 有一个 很重要 是要决定性的因素 他属于生命 是否能够成长 就是要看看这个人 新耶稣以后 他在教会里面 有没有机会 遇到一些 比较成熟的基督徒 去关心他 鼓励他 照顾他 帮助他 陪伴他 一起在主里面 成长 这个照片 是我上个礼拜 我上个礼拜 在公园里面 看到这个 多么可爱的小朋友 我就把它派下来了 我是感觉他可爱 所以把它派下来 但是如果你不是我 你只是看到这个图画 你看到这个女生 你有什么感觉 你会为他担心吗 一个女生 她的爸爸妈妈在那里 她趴在哪个木头上面 干什么 她懂得照顾自己吗 她懂得自己回家吗 如果你不是因为 我看到她可爱 把她派下来 在你走看这个图画的时候 您会有这样的 心里面的一格问题吗 会不会 实际上我告诉你 这个照片我拍的时候 他爸爸正在要跑过去 把它包起来 因为我把这个照片放大 实际上在左哨角 有一对鞋子 是他爸爸的鞋子 现在我放大 你看不到了 我是在他爸爸要跑过去 把它抱起来 跟他们一块走 钱 那一刹啦 我就 嘟嘟嘟嘟 我就把他拍下来 OK 我拍完以后 他爸爸就把我抱起来 放着人间 放在那里面 就跟他的妈妈一块走了 每一个初生的熟灵婴孩 都应该有一个熟灵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哥哥姐姐来照顾他 帮助他 帮助他 陪伴他一块成长 让他慢慢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 那么在他长大以后呢 他才可以为主做见证 为上帝做大事 同意吗 刚才我很想我们教会有一个全教会的门徒训练运动 那个是我们在2009年招募同工坐上来 开检导会 在开一个计划会议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 哎呀我们就个十年了 快十年了 公元2000年到09年 带了很多人信耶稣 但是很多人不见 不答案如此 我们回顾我们现在来的那些愧众 发觉很多眼不大的信徒 跟我们那么久了 但是在信仰上面的了解认识 经验都是很忽浅 而且也有很多半生不熟的所谓门徒 于是呢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2010年2月我们就简开了这个全教会的所谓门徒训练运动 是一个campaign运动 OK 那么我们是希望呢 全教会的人 所有的会典人 你晓得你来我们这个教会 您就要接受门徒训练 当然如果教会不断发展 你没有办法是100% 但是说全民呢 我们是100% 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呢 给他们一个概念 当你来教会的时候 你要受装逼 你要受训练成为耶稣基督的蛮徒 不但如此 你要做一个有生命力 有感染力 和有繁殖力的基督徒 什么是成熟的基督徒 有时候很难去定位 对不对 但是我跟做个弟兄姐妹说 如果你问我的时候 你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 你必须要有生命力 要有vital sign 对不对 你会复习的嘛 你会吃东西的嘛 你会成长的嘛 这个是vital sign 你说的生命有没有 这些熟灵的一些的生命的象征 你的生命有没有感染力 我是说耶稣基督有没有感染力 有没有人因为你的缘故 刚才那首诗歌很久没有唱了 让人从你身上看到耶稣 因为看到耶稣在你的身上 你被吸引来教会里面 你被吸引来追求人士上帝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感染力啊 你在家里面 在同事当中 他们看到的时候 是被吸引来教会呢 追求人士上帝呢 还是如果信好像你这样 我就不信了 你的生命 在主里的生命 有没有感染力 还有啊 作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 我告诉你哦 他必须要反击的能力 要反击的一个的能力 那从前呢 我们不是没有蛮徒训练 但是从蛮徒训练呢 我们的着重点是 基础跟技巧方面的训练 现在我看到 原来这个不是上帝教导我们的方法 上帝教导我们的方法 是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 怎么去帮助一个人 一个信徒 每一天去经历上帝 每一天能活出他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就给他们一个标准了 当然这个还是蛮抽象的 有生命力 有感染力 有凡吉利的一个的门徒 那么你们自己检讨一下了 你有耶稣的生命彰显出来吗 有没有感染力 有没有凡吉利 很可惜啊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看到有太多进入更年期的基督徒 我是熟灵的更年期 不是年纪 熟灵的更年期 到了更年期 你就不再生日了 不再生日啊 你就鼓励年轻的 那些人 你们去生日 我生不了了现在 是这个样子吗 不晓得啊 我们知不知道 耶稣基督 从他受约翰 施进约翰的禁礼 那一天开始 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下 我们晓得大概有三年多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耶稣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你觉得吗 可以告诉我吗 这三年多 耶稣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全讲天国的福音 对不对 对 不错 没错 还有呢 义病赶鬼 对不对 对 没错 还有呢 最后他牺牲自己 把自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完成了救恩 对吗 对 感谢再也没主了 对 耶稣都做了这一个 但是不晓得 我们有没有留意 耶稣这些三年多里面 他最主要的工作 付出时间最多的是什么 是用他的生命 他的见证 他的教导 栽培了十一个 有生命力 有感染力 有繁殖力的门徒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 就是他预备 用来拯救世界的方法 透过门徒去生门徒嘛 所以呢 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是什么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但是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发觉更加很多教会 并没能够好好讲我 并没能够去好好回应 耶稣给我们这个 使人做门头的这个命令 所以让我们再读一读 我们刚才的圣经好吗 你晓得你有繁殖力吗 我希望你不要做一个更年期的基督徒 你还是可以生的 你晓得吗 基督徒没有更年期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上帝无论什么年纪 您都可以成为一个 有繁殖能力的基督徒 我们再读刚才的圣经吧 不过这句读的时候 我把它几个字改了 你们变成我们 那么他是指耶稣 就改变耶稣了 一块再读一读好不好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一块读 所以我们要去 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示尽 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希望这个是你们今天祷告的其中一个祷告吧 或者是今天我们在离开几个地方以前 如果是基督徒 我希望这个是成为我们今天 对上帝的立志 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这个不当然是全道人的使命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承担的一个的使命 弟兄姐妹 为什么早期教会发展到那么快 早期教会开始 一个新的宗教 如果是宗教的角度 我们去看 从犹太教分出来 很多人是这样看的 在很多压力 政府的压力 犹太教的压力底下 为什么早期教会能够发展的那么快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 我相信 我看到 绝大部分 都是很认真去回应耶稣这个命令的门徒 我们晓得耶路撒冷教会 开始不久 使提反 我们听过吧 对不对 是一个孙道的人 这个使提反孙道以后 圣经说 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迫害 很多基督徒可能是为了家人的安全 或是逃避逼迫 就离开耶路撒冷了 就使徒 十一个跟后来马提亚加进去 留在耶路撒冷 其他的很多就走了 逃乱 圣经怎么说 从节日起 就是那个使提反被被害的那一天开始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招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蛮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第四节很多 但是很重要 那些分散的人 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平信徒 但是我看这些人是为了信仰而逃难的 他们是门徒啊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处去做什么 全道 不是全道人去全道啊 就是指出出处的门徒 每到一个地方 在哪里 全道 第四节有没有生活在北美 一个很复苏的一个国家 但是你晓得 全世界的基督徒不断在增加 但是在美国的基督徒不断在减少 葵教徒在增加 OK 在美国 基督徒在减少 很多教会都在走撒破 很多教会在挣扎求传 也有很多教会已经死掉 关门了 能够好像你们教会 在疫情以后可以继续发展 想方法去全福音做宣教的 这样的教会啊 不太多 所以我为你们感恩 因为你们教会 最少是一个美丽的金灯台 感谢赞美主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明亮的金灯台 就必须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立志做一个有生命力 有感染力 有繁极力的门徒 所以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再问了 已经问过了 自己检讨一下吧 我们是一个信徒 还是一个门徒 我们有没有熟灵的生命力 感染力和繁极力 我们教会有没有认真地去奎应 不是我们没有做 我们有做的啊 但是有没有认真地奎应耶稣基督 命令我们去使人做蛮徒的这个使命 可能我们在做弟兄姐妹当中 有些人会这样说 张牧师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是你晓得吗 我没有全福音的暗示 听过吗 或者你就是这样看自己吧 我没有这个全福音的暗示 我相信你啊 我绝对相信你 因为真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全福音的暗示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带领很多人决计信主 我带领他做一个圣诞 不过我相信 如果你是认真的基督徒 你真心像是耶稣基督 你必定常常会有在耶稣基督里的经验 你必定会有生命的见证 可以跟人分享 那么我们就会参与这个全福音的工作 弟兄姐妹的小的吗 只有极小数的人 很少的人 他们第一次听到福音 做过信耶稣的 对不对 不是没有 我曾经有好几次的经验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不是第一次听耶稣就信耶稣的 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 他就信主的 绝大部分的信耶稣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process的过程 那么有一些 Trash Growth Institute 曾经做过一个统计研究 他们都发现 当然了 一个人绝迹信主 如果真的是上帝圣灵的感动 对不对 但是他就研究其他人绝迹信主 大概要经历多少时间 经历什么事情 他们发现 很多人 从他听到福音到他后来绝迹信主 大概要经过Seven Touches and Three Hearings 有没有听过 Seven Touches and Three Hearings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一个人至少需要有七次受上帝的感动 或者看到弟兄姐妹的爱 他是你们受触动 弟兄姐妹对他关爱也好 或者上帝特别做的方法也好 最少他有七次的机会 在心灵里面受信仰弟兄姐妹的关心 触动他 然后最少有三次听到一个完整的福音 他们通常就会在这个情况以后绝迹信主 所以我刚才说 这个实践有个Term 这个叫Team Evangelism 团体布道法 OK 您可能不是那个带领人 绝迹是耶稣 带领他做的Sinnest Prayer 那一个人 但是在从他听到福音到他绝迹信主的过程当中 只要你愿意啊 我们都可以很直接的参与在这个领人信主的过程当中 你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借口了 每个人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心里面常常想说 我是你的蛮徒 我要回应你给我这个命令 我能够做什么 上帝就会给你机会 上帝就会使用你 成为福音的出口 我教会现在有一个童工 是全职童工 她不是牧师了 她是我们Finance的一个姐妹 她新耶稣以前有一个发明 夸名嘛 夸号对不对 一个nick name 叫什么呢 神婆 因为她拜神拜佛很厉害 每个人看到她 哎呀这个神婆 家里面很多佛像啊 什么菩萨都有啊 OK 但是她有个问题 睡不得觉 很痛苦 所以她跟我们说 哎呀我把福珠放在我的枕头上 在上面 但是也不行 OK 那么到为什么 现在会成为我们教会的童工啊 全职的童工啊 就是她带小朋友嘛 她有小孩子嘛 对不对 那么上学 接小朋友上课的时候 很多时候等啊 排队对不对 她就在等 接小朋友的时候 认识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 因为在等小朋友嘛 东楼睡了 哎呀我很辛苦 睡不觉觉 哎呀做什么都没用 她就告诉几个姐妹咯 OK 这个姐妹是我的小提摩台 OK 她说 哎 这样啊 不如你试试向耶稣祷告吧 啊 向耶稣祷告 我都不晓得怎么祷告 我叫你怎么祷告 你心里面有什么东西 什么事情你就跟他讲嘛 你这个耶稣讲 从耶稣帮助你嘛 那么简单啊 不是一个整存福音 她只是鼓励她 试试看吧 向耶稣祷告好不好 这个这个 现在我这个同学 OK 好了我就试试看 祷告以后真的睡着了 噢 噢 现在还没走 突然间 什么方法都没用 那祷告以后 为什么我就能够睡着呢 当然不是每个人 你睡不着 祷告就可以睡着 你不要误会啊 但是呢 对他来讲 哇这个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因为他用尽千封百计 都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现在他祷告以后 上帝警人正在听他祷告 所以他开始来教会了 后来就信耶稣了 我跟师母到他的家里 哇他的 屋子里面都是神神婆婆 把他全部拉走 OK 后来呢 他现在在教会里面 一个很忠心服侍的一个姐妹 感谢主啊 咱还没走 但是他为什么会信主啊 甚至在教会里面全职服侍 就是因为这个 跟他一块等接手朋友 撒克的姐妹 给他一个建议 给他一个邀请 他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 所以弟兄姐妹 您都可以做吧 对不对 可以吗 你去买菜的时候 在超市里面 你会碰到很多人 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有心 去服侍上帝 愿意给上帝者使用 上帝会给你很多很多的职位 我们教会 每次举行敬礼的时候 我不喜欢你们教会 我们教会 都会请每一个受敬的弟兄姐妹 做一个公开的分享 他们是怎么认识耶稣啊 怎么绝对信主啊 我们上个月 写年一旦有八个人受敬 每一次我去敬礼的时候 不是 我很久已经没有替人事迹了 现在都是我总共去做 但是那一天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每一个他们一个一个上来讲 我心里面很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就是我能够见证神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作为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体会都不一样 但是我听到他们是认真信耶稣的了 所以为了他们我感谢上帝 但是让我告诉你 我心里面立刻也有个想法 这几个人都是熟灵的婴孩 刚信主不久 刚信主不久 如果我们没有刻意地去照顾他们 再陪他们 这八个人可能很多会夭结而死 这八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些会变成不能不热的基督徒 这八个人甚至会跌倒被魔鬼利用 成为被人取笑攻击教会的一些原因 所以弟兄姐妹 作为一个教会 我们必须要有意识地 要机会地去帮助每一个信徒 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我们怎么能够落实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命令 使所有的人 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如果你问我的定义 这个馒头有什么表现 有生命力 有感染力 有繁殖力 Amen 天父上帝啊 我感谢赞美你 今天在这个敬拜当中 透过你的话语 虽然我们都很熟了这些信经 但是希望你能够透过你的灵 给我们一个重新的 一个更新的领受 求天父你帮助我们 真的能够坦诚地 在你面前检讨 我们到教会那么久了 我们是一个门徒 还是仍然是一个信徒呢 天父上帝啊 祈求你帮助我们立志做门徒 不但立志做门徒 而且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做门徒的人 因为刚才牧师鼓励我们 每一个门徒都应该有繁殖的能力的 只要我们愿意给你去使用 我们就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祝福其他的人 所以祈求你联名祈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 在全福音在宣教的工作上面 我们能够重新的定位 到底我们以后又怎么推展 这个全福音宣教的工作 给我们要清楚地看见 并且让我们的同心 合意在这个地方拖展神的国度 听我们的祷告天父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南福音 中文ekk 石 tactile